使徒行传 第26章 亚基帕对保罗说 主你为自己辩明 于是保罗伸手分数说 亚基帕王啊 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 实为万幸 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 和他们的辩论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众 并在耶路撒冷 至又为人如何 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 我从起初 是按照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 做了法利塞人 现在我站在这里受神 是因为指望 神向我们主众所应许的 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牌 昼夜窃窃的侍奉神 都指望得着 王啊 我被犹太人控告 就是因这指望 神叫死人复活 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 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 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 我就把许多圣徒求在剑里 他们被杀 我也出名定案 在各会堂 我屡次用行强逼他们 说亵渎的话 又分外恼恨他们 甚至追逼他们 知道外邦的诚意 那时我领了 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 往大马士阁去 王啊 我在路上 晌午的时候 看见从天 发光 比日头还亮 四面照着我 并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 我就听见有声音 用希伯来画像我说 扫罗扫罗 为什么逼迫我 你用脚踢刺 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 我特意向你显现 要派你做指示 做见证 将你所看见的事 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 证明出来 我也要就你脱离百姓 和外邦人的手 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 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从撒旦泉下归向神 又因信我 得蒙赦罪 和一切成圣的人 同得基业 雅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先在大马士阁 后在耶路撒冷 和犹太权地 以及外邦 劝勉他们应当悔改 归向神 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 因此 犹太人在殿里 拿住我 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还站得住 对着尊贵 给卑贱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并不外乎 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 并且因从死里复活 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属 非诗族大声说 保罗 你癫狂了吧 你的学问太大 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 非诗族大人 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 王也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事 没有一件像王隐藏的 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亚基帕王啊 你信先知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亚基帕对保罗说 哦 你想扫威一劝 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 无论是少劝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 不但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 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 于是 王汉巡抚并百尼基 与同座的人都起来 退到里面 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亚基帕又对菲斯族说 旧人若没有上告于凯撒 就可以释放了